美國勞工部公佈,7月份美國消費物價指數,CPI,按年上升8.5%,低過市場預期的8.7%,也低於6月份與40年高位的9.1% 消息公佈之後,聯儲局下月加息0.5里的機會急升至66%,而加息0.75里的機會猶近70%,急降至34% 美國通脹向下,聯儲局加息了將放緩,相信會得到多數樓市及股市投資者的歡迎 芝加哥聯儲銀行行長阿文斯表示,7月份通脹率是聯儲局開始收緊貨幣政策後的第一個積極數據 但通脹率仍然高得令人無法接受 聯儲局可能需要在今年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範圍提升到3.25至3.5里 到明年年底提升至3.75至4里 明尼亞波利斯聯儲銀行行長卡澤卡里指出,聯儲局為應對高通脹 今年底應把聯邦基金利率調高至3.9里 明年底要進一步升至4.4里 他相信,目前基準利率2.25至2.5里還未足以應對高通脹 需要進一步加息 市場對聯儲局明年初開始減息的揣測不切實際 除非通脹有明顯回落至2%指標的趨勢 否則聯儲局開始減息難有說服力 國際油價持續在比較低水平的每桶91美元徘徊 對於消減通脹壓力有一定作用 美國的葉岩油企業也積極增加產油量 將會有能力壓止油價上升 油價如果能夠控制在這範圍 通脹帶來的破壞力會降低 此外,糧食大國烏克蘭出口粟米、大豆及小麥等穀麥 往歐洲近期上算順利 有大批糧食經由不少貨船運出 將有助解除糧食及通脹的緊張問題 對於全球高企通脹產生舒緩作用 通脹得以下降 聯儲局就不必大幅度加息對抗通脹 不但減低全球經濟及通脹壓力 連帶樓市、股市等投資市場也會大大受惠 今年上半年世界各地股市大受通脹 加息、新冠肺炎、供應鏈斷裂以致地原政治的影響 股市大幅下滑、經濟亦大受打擊 全球都陷於艱難境地 現在通脹、加息及疫情都佔告緩和 7月份開始各地股市陸續反彈 部分初見轉躍即像的樓市 料亦會因各種不利因素輸減而改善 相信香港樓市亦有得益的機會 會